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10月3日 已經是 星期一 市場突然間 有一宗壞消息出來 這宗壞消息 可以說是另一個警號來的 大家也記得了 貝爾斯登雷曼 貝爾斯登在美國的規模來說不算大 但是雷曼相對不小 雷曼出事 引發了整個美國的金融海蟬 剛剛傳出來的消息 就是瑞士 第二大的集團 瑞信 Credit Suisse 近日 社交媒體在封傳瑞信可能破產的消息 反映他的債務違約風險的信貸違約互換 CDS 信貸違約調期 更加升到2009年以來的新高 CDS的急升 當時 其實很多 例如雷曼的CDS急升 令到 CDS變成了另類的指標 5年期CDS 升到250多點 單週升幅15% 這個也挺重要的 據報 瑞信管理層過去的星期六 聯絡他們的大客 交易對手 和投資者等等 保證他的流動性和資本狀況也是很好的 這件事真的值得跟大家說一下 瑞信不是小公司 瑞士的二哥 瑞士的二哥 Number one 瑞瑞銀 UBS 瑞士的二哥 老耳出事 當然是大件事 我們詳細跟大家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大家記得 經濟環境許好的朋友 我們誠意邀請大家 月費支持我們 訂閱我們的Patreon 如果經濟不好也沒關係 你一樣可以支持 你可以用免費模式 幫我們點擊廣告 分享我們的節目給你身邊的朋友 以及多點在節目裏面留言 讚好一定要 留言 增加互動 也是一個 幫助我們的行動 希望你們 用手指 幫幫忙 好了 根據外電的報導指出 今年7月 新官商業的瑞信行政總裁 Urrich Korea 還是Korner 這個應該不是英文 在上個星期五 向員工發 內部的信 他說在10月27日公佈的第三季業績 要披露他們公司的 轉型計劃 並強調銀行有強大的流動性資本 大家不用怕 我們大把水 有關的信件提到 集團內外也出現了很多流言 飛語 正是處於關鍵時刻 會為新的改革做準備 Ruich 強調公司是很有實力的 我們是Number 2來的 要員工 不要被人影響 不要受股價下跌 公司財務基礎的流動性運為一談 股價下跌不代表有問題的 跌不是壞事來的 大家可以趁低級 事實上 瑞信 一連串的投資失禮 年內股價 已經跌了六成 越是 接近這個重組計劃的披露 股價就越來越疲弱 其實就一路已經弱勢積累了 因為 一連串的投資也是失誤 彭博報導 瑞信可能會對他的投資銀行 進行徹底改革 並可能 包括幾年裏面也要裁員 幾千人 瑞信接下來要裁員幾千人 他們 最近 在搜尋引擎的排名 截截上升 海外社交平台 Reddit 的投資論壇 討論度也很高 其中Wall Street Silver 在香港時間星期日發帖 說 瑞信 很可能會破產 說現在公司最新的市場率只剩0.2倍 反映市場對他資不抵債的憂慮 他那個說法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寫錯 市場率 只有0.2倍 其實 即是說他一都不夠意思 比如說他公司 值1000萬 現在的股價 總市值只是220萬 即是等於市場率的0.2倍 如果他的公司 是值1億 他現在的股價 總市值值1億 他的市場率就是1倍 如果市場率越低 是否反映他越抵債呢 理論上是的 但也有很多潛在的風險 市場率那麼低 為甚麼那麼順利呢 一定有很多問題 瑞信高層多次強調 他們銀行的基本 這個基礎是很穩健的 並指出 直到今年6月底 我們 本身這個行業的普通股 一級資本比率 CET1 達到13.5% 這個符合 該行業的年內目標13-14% 高於國際監管機構要求的8% 以及瑞士當局要求的10% 高於瑞士的要求 投資機構KBW分析 即使瑞信賣了部分的資產出來還債 也需要額外增加40億瑞士發浪的資本 但公司股價大跌 股本融資就會大幅攤薄長期股東的股權 令到該項陷入兩難 因為你的公司跌了 你現在 市值低了那麼多 你再要 融資40億發浪 可能每股要供的股股都會增加了 公股多了 就會攤薄 現在首先股東的股份 大家 夾錢做生意 你要夾多一點 因為公司虧了 最新 在美股開始之前 就報價了 在美國 香港時間 是晚上的 英國時間是2點半開始 2點半3點 瑞信的股價現在在美國交易所CS 大跌6.63% 報3.66美金 華爾街流傳 一家大型銀行貧能破產的消息 而瑞信 是市場 全測最大機會就是這家 一系列的利空消息 公司的股份今年已經跌了六成 瑞信 一直都說我們有業務的展營 最新的策略會在10月27日公布 但是 但是 股價 大家不要亂說 我們實力資本紅厚 但是 即時網友就找回雷曼兄弟破產時 雷曼兄弟的CFO當時也說過同樣的話 市場 甚至乎已經不相信 他 更加覺得你是流的 你說的話 跟雷曼兄弟之前是一模一樣的 究竟 是不是真的會發生這件事呢 現在在這個市況 畢竟的情況下 少許壞消息也是很大的消息 市場 其實不想有任何消息出來的 因為有都是壞消息 市況好的時候 壞消息也會變好消息 亞洲股市當然是跌倒了 今天也會跌倒了 美股也一樣 跌穿了29,000 日本股市今天升得那麼多 香港和澳洲股市下跌 中國股市 由於黃金針的關係就是優勢 油價也上升 而英鎊就重新下跌了 本身是大過一輪的 因為 他說 不會繼續實施這個取消45%最高所得稅率的計劃 所以交易員就下調了英國央行加息 這個預期 估計 加息就低於125個基點 英鎊也算是 表現得好一點 雖然在高位回落了一點 但是現在 也站穩了在 8.8 這個位其實也算是反彈也不錯 反彈了差不多8% 現在英鎊就對8.81港幣 因為上個星期最低 星期一跌到8.81港幣 我們分析一下瑞信 那麼大間的瑞信 其實 一直都有人傳他要裁員 因為生意不好 但是 貧林破產 這個傳法就很嚴重了 如果是真的 這個可以說是另一場金融風暴 瑞信 這間公司是很大的 瑞士是No.2 那麼瑞士政府會不會救他呢 因為瑞銀瑞信是他們的孖寶 是他們的招牌 不可以的 是不是會有機會救他呢 是不是會有破產保護呢 是不是會到時政府 借筆錢出來接管了他呢 好像當時 有幾個做法 好像未想的做法 到時找花旗收購了他 美銀 被美銀收購了 好了 這次我覺得 我覺得 如果這個是假消息 也可能是接下來會有一場金融風暴 就是每一次有這樣的大消息出來 例如是一間大行 瑞信是一間大行來的 不是小東西來的 傳出這樣的消息 要是 測試市場的反應 要是 真有其事 其實兩個可能性 不論瑞信 是不是真的破產 是不是真的 是否真的 是否真的 是否真的崩潰 其實也是代表接下來的時子會更加差 或者 股災 已經越來越近 現在是10月 傳統股災月 就這樣看 今年發生股災的機會越來越大 大家真的要看路了 美股好 港股好 也有機會繼續跌 現在看的形勢 港股今個月跌了3000點 也不奇怪 現在是17000了 因為剛才我看收市 站在17000樓上 跌了3000點 就14000了 美股又有機會跌多3000點 甚至乎再低一點 所以 接下來這個月很嚴重 千萬不要掉以輕心 股災 越來越近 是會在 接下來會發生的 瑞信 不論是否真的倒閉 或是真的 資不抵債 破產 或是真的 接下來要政府出手教育注資 也是證明市場 是很差很差的 大家真的要看路了 警告 也沒有辦法每天警告 告訴大家 再說下去會很沉悸的 這次時間先說到這裡 拜拜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